今天我们来聊聊溥仪身为皇帝为什么没孩子,是生育能力不行吗? 然而却有史料证明,溥仪之所以没儿子,也不过记一个,是日本人的阴谋。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,完成明治维新后,扩张就成了日本国上下一致的要求。 日本国原先的规划是建立一个包含东北、朝鲜半岛、东南亚在内的大日本帝国, 而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一场重要的战役,这一战不但取得朝鲜半岛的控制权, 也大大增加了日本占据中国资源的信心。 一年后,维满洲国成立,两年后,溥仪称帝。 溥仪称帝后,选谁做继承人就成了最重要的事情,日本人对此也十分关注。 日本恨不得直接弄个日本孩子当继承人,但他们的脑子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做, 所以日本想到送个日本女人给中国皇室,只要中国皇室的人让日本女人怀孕, 生的孩子都可以继承地位。 日本人选的皇室成员不是溥仪,而是溥杰, 因为溥仪始终没让任何女人怀孕, 所以日本将日本贵族琐厄昊送给了溥杰。 琐厄昊几个月后就怀孕了,溥仪吓得面如土色。 在这期间,溥仪被日本人强迫签订的继承法, 说溥仪去世后皇位传给溥杰,溥杰再传给自己的儿子。 这个时候溥杰的孩子还在琐厄昊肚子里,不知是男是女。 溥仪每天祈祷琐厄昊肚子里是个女儿,不要是儿子。 结果琐厄昊还真就生了个女儿。 幸运的是,琐厄昊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儿,溥仪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日本把琐厄昊送出去,无非就是想在中国制造一个日本血统的孩子, 这样一来就是日本人在中国当皇帝,东北名正言顺就是日本的。 不过也导致了溥仪无后,说到底,溥仪的悲剧也是时代给予他沉重的枷锁。